挺沉的 行吧 那个挺沉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同意啊 澳洲这个竞争项目 我已经把优势讲得很清楚了 他们为什么不愿相信我呢 挺勒 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 但是风险也是很大的 董事会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们公司 已经接手了很多个项目 还都没有收回成本 如果你这个项目一旦竞标成功的话 那我们又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 到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项目当中去 这个风险确实很大呀 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吧 在国内 国内现在设计市场已经饱和了 如果我们不尽早地拖开海外市场 不去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形象 我们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 这个我明白 但是股东们考虑的永远就是眼前利益 他们不会想得很遥远 现在毅力广场这个案子非常稳定 他们当然倾向于去做这种类型的项目了 毅力广场是血拼成本 它的利益已经很薄了 难道我们还要靠着去降低报价 来去争得赢的机会吗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们真的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了 可是澳洲这个项目 是我们最好的转型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它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想法很好 你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打开国际市场 来提升我们公司的形象和口碑 但是田乐啊 你仔细想过没有 要做这一切 你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就现在这样的市场情况来看 能够生存下去 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了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如果我失败了 我认 田乐啊 现在我们公司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外面也有很多外债没有要回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估计 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了 我已经叫孙总到外面去催债了 如果能够把这些外债 都能够要回来的话 估计还有希望 让我们再等等消息吧 爸 这么着急 这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 爸爸 就是想问问你 你说 你实话告诉爸爸 你和田乐两个人 现在 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前段时间 田乐跟我正式表白了 兰妮啊 有件事情 爸爸得告诉你啊 爸爸得告诉你啊 什么事啊 其实 咱们家欠的债务里 也有临时公司的 我们家欠天乐的钱 你是不知道啊 咱们家欠了很多家的债务 除了邵宇家的 还有莫哲家的 最大的一笔 就是林天乐家的了 那我们欠了多少钱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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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 我之所以以前没有告诉你 就是怕影响到你们两人的感情 哎呀 可是我 思考了很久 你还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为好 如果以后天乐知道了 肯定对你产生误会 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一切 推到爸爸身上 一千万 我们欠天乐一千万 爸 那你打算 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去跟天乐说 不是不是 你现在跟他说 那肯定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哎呀我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都是爸爸不好啊 爸爸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爸怎么会 怎么会欠一千万呢 我看 你们俩感情很好 也是真心相爱 他又向你表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更不能告诉他了 而且啊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赶快跟他结婚 您是让我瞒着他 那天乐知道了以后 肯定觉得我另有目的接触他呀 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抛开他家事不说 但说他个人 天乐这个人是个好人 是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男人 你们俩在一起 一定会幸福的 这爸爸呢 最大的心愿也了了 到时候 如果天乐知道 我想 他也不会怪罪你 到那时候说不定 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 把咱们家的债务给免了呢 孩子 听爸爸的话 你千万千万不能跟他说 你知道吗 不 爸 你别说了 我现在脑子太乱了 你让我再想想 千万 好 好的 我马上过来 那个 我不吃饭了 我公司有点急事 我先过去一趟啊 别让它更好吃 你吃饱了 不是 你怎么 一眼一眼嘛 饭也得吃的 行 不吃我一直吃 爸 来 你啊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 还有化妆品 爸 我又不是小孩 你给我卖什么东西啊 来 让爸爸 好好地看看你 自从咱们家出事以后 我还没仔仔细细地 看过我女儿呢 爸 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是看我女儿长大了 高兴 来 你啊 你啊 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 要学会照顾自己 啊 这冷啊热什么的 别让爸爸担心 放心吧 我这儿有张银行卡 里面有些钱 你拿着留着用 爸 我现在已经自己工作 挣钱了 这个我不能要 你和妈留着用吧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听话 我还有呢 对了 你和天乐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想好了 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 爸 我准备把事情 都跟他解释清楚 要不然我们两个人 都不会开心的 爸 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坦诚最重要 您说对吗 你啊 真是个傻孩子 爸爸是过来人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啊 就听爸爸的话吧 爸 你今天这么着急 真的没有再出什么事吗 昨天法院 给我发了那转票 他们已经正式起诉你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让法院去判吧 我今天来 就是想看看你 我倒无所谓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啊 你要能和天乐 早一点结婚 爸爸这心也就踏实了 爸 那行 我按您说的假设 我是说假设啊 我现在利用林天乐 对我的喜欢 我尽早地让他跟我结婚 但这也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邵宇家的时候 他就一直喜欢我 然后我现在又住在他家里 前段时间他还送了我戒指 那林天乐家的财力 和我们家的债务 他完全可以歼免 他完全可以歼免 以林氏企业的家族力量 可能我们家别的债 也许都会得到解决 如果能这样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可是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呀 那我就是骗婚 我就是骗子了爸爸 就算我们结了婚 也不可能幸福 永远心里都有个坎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 我的感情变得那么的不纯粹 林总 我已经查过了 咱们公司的外债记录显示 有三家企业欠我们的款项 其中金额最高的 就是梅隆文的企业 另外我们也查了 梅隆文不止欠我们的钱 还欠其他两家企业 其中以抵押的形式 偿还了一家 另外一家还未查评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跟天乐结婚 利用他对我的喜爱 也许这段时间不需要花太长 在少羽家的时候 他就喜欢我 我们现在又住在一块 我们俩结婚了以后 一千万就不需要还了 而且以临时家族的财力 我们别的债主 也许都不需要还了 我希望他们发现 哦 不需要再次货币 小田 他得多元 总之欄 阿星 阿兹 你也听着 说 你 Hate 吧 小田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郑昂 我有事呢 也想跟你说 你先讲 我爸找我 跟我商量了一下 我们家的债务问题 还欠了好多家的外债 最大的一笔一千万 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欠谁家的 前段时间我才知道 是欠你们家的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不需要你帮我 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借几个大单 还这些钱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就凭咱们俩的关系 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吧 我们结婚吧 结了婚 就可以把你的债务都免了 这样多好啊 你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呀 我是这种为了钱 跟你在一起的人吗 不是为了钱吗 什么意思呀 你不就等着我自己把这话说出来的吗 我今天都听见了 你跟你爸在楼下 说只要你跟我结婚 欠我们家的钱 我就可以给你免了 还可以利用我们家的财力 八里八千的 其他家的钱都给抹了 不是这样的吗 天了 你听错了 那只是一个假设 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告诉我吧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让他放弃这种假设 顿时你听错了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就是不想让你觉得 我好像是有事情瞒着你 我觉得我们应该 在谭少语家 就是为了让谭少语 没了你家的 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我到谭少语家 我爸在哪儿 我都不知道 我跟他电话联系不上 你现在跟我联系 他电话打不通 你也是为了跟我联系对吗 为了让我没了你家的钱 就跟我贴金对不对 他才跟我说了债务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 其实你早就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爸欠了 你为什么知道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爸我根本就没有跟我联系 就是为了我没了你家的钱 我觉得时间 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杂质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骗我的 以前都是骗我的 全部都是真的 没有假的 就骗我 骗我 假的 我愿意 你这倒是真的 你那个就在旋转不滑的里 你穿的粉色高度 骗我 我愿意 我愿意 就骗我的 骗我 我没有骗我的 你这倒是假的 你这倒是假的 我们结婚吧 跟我们分手吧 跟我们分手吧 你去哪儿啊你 ario 出什么事儿了 没来你怎么走了呀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不是好好的吵什么架呀 是不是你又欺负他了 我从来没见他那么委屈过 你跟我说说 出什么事了 我帮你分析分析 你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 还静什么呀 你得急死我呀 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了 就怎么了就吵成这样了 快跟我说说 你平时 不是 田乐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家 那就行了 你出来吧 我在你家门口呢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哪敢骗你啊 我刚回国就跑来看你了 不是 你怎么突然回来 事先也不说一声啊 我不是想跟他说 给你个惊喜吗 行了 你快出来吧 我门口等你 我 有点事在外面 没在家 哪儿啊 我来找你呗 行 我现在跟田乐结婚 利用他对我的喜爱 一千万就不需要还了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那天乐 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 伤过多少自信吗 一些人 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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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年尼 我回来了 你不住在林天乐家吗 怎么搬这儿了 住人家家不太方便嘛 我自己是要比较自由一点 你没有吵架了吧 连我都不说 连我都不说 我们俩 分手了 林天乐的对你不好 妮妮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啊 你不用替我造型我 那个 行 你不说 我去找林天乐 如果他欺负你 我不会放过他 默哲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是 我爸爸 我爸爸 欠了他们家一千万 我爸来找我商量的时候 被天乐听见了 他 他以为我是因为钱给他在口 他 literature 林天乐 他居然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给你 他不是说他爱你嘛 你跟他朝夕相处你是什么的人他不明白 好 妮妮 我之前就劝过你 林天乐不适合你 现在看来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她难过了 她想误会就让她误会 叔叔的钱的事 我会想办法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妮妮 有我在 谢谢 行 你早点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爱你 别担心 我先走了 喂 给我准备一千万的支票 喂 给我准备一千万的支票 对 我没 没什么胃口 我就猜到你会说没胃口 我也知道你为了谁没胃口 宝 她到底有哪点好 值得你对她这样 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跟夏丹没关系 妈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做事 妈妈托老姐妹给你找一个好的媳妇 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你看看你现在 为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夏丹 工作工作丢了 腿腿腿摔坏了 你值得吗 妈 我是真心喜欢夏丹 就算这条腿瘸了 我也认了 你省省吧 妈 整天就是夏丹夏丹 有件事我可想告诉你啊 我听别人说 夏丹现在呢 和苏彻在一起了 而且他们好像 准备结婚了 好事 结婚是好事啊 等我腿好了 说不定我还能赶上他们的婚礼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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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说了 什么想的 不想的 说了我就心烦 你听妈妈的 把你的腿养好 妈一定给你找一个 比夏丹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姑娘 行不行 妈 你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 你儿子我一表人才 是吧 还 还说找 找不到好 好 好媳妇吗 你嘴上光这么说 我真的是希望你心里头也这么想 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嘛 好了 好了 吃饭 姐 今天晚上吃着呢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炸鸡腿 好 给你买 喂 谭总 保险公司的张律师到了 你在吗 我知道了 一会儿吧 我说我 就想吃炸鸡腿 也许多了 还没想吃炸鸡腿 还没想吃炸鸡腿 我会想吃炸鸡腿 我会想吃炸鸡腿 谭总 如果您觉得投保额低呢 我们这里有一款 专门针对您说的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 一种高额的保险服务 只是 它的投保额会稍稍高一些 有多少 您看啊 如果您一次性投保五百万的话 那么 从明年开始 收益人每个月就能领到 相当可观的生活费 而且 是终身享受的 你能保证受益人是终身受益 这一点请谭总放心 我们是有专人进行跟踪服务的 很多父母呢 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 都会选择这种保险 就要这个了 替我尽快整理好 谢谢 好的 谭总 我帮好了跟您打电话 请这样 再见 爱宝 哎 这是 刘总 您用不来了 躺下来 躺下来 躺下 您好 刘总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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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领导关心 你看你还来看看她 谢谢 谢谢 应该的 你坐 刘总 好好好 坐吧 坐吧 医生怎么说啊 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没事 没事 医生说了 只是个普通的骨折 只要他好好休息 很快就能康复 谢谢领导关心 放心吧 刘总 我 我养养就好了 你这次工商 我是有责任的 公司的安全管理 确实有问题 刘总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事也怪我自己不小心 你们家爱宝 我真是个人才 来公司上班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 消防安全问题 幸亏得受及时的纠正 不然我们公司的损失可就大了 真的 儿子 公司决定 奖励你五十万元 这是现金支票 佑总 这 这我不能要 这 这不行的 这不行啊 你拿着 你拿着 听你师傅说 你现在也缺钱花啊 还有 按照工商处理的规范 他休养期间的医药费 营养费 工资 我们公司都会如数致富的啊 太谢谢领导了 太谢谢了 还包括 谢谢 谢谢 你看看这 陆总 谢谢陆总 应该的 应该的 还有件事 你呢 好好养伤 等你上班以后呢 公司决定要忠用你 那你做我的助理 总经理 助理 你可不要对此啊 好 好 太谢谢领导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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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好休息啊 您再坐会儿吧 坐会儿呗 不用了 不用了 您好好休息 好 好 辛苦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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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您了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那我走了 好 我送送您吧 那我 我送您了 疼疼疼疼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啊 好 再见 五十万 艾宝 你可真是因祸得福啊 行 行了 有了这五十万呢 什么都有了 妈妈给你好好地存着 将来给你娶媳妇 买房子 妈 我想跟你 商量个事 什么事 想把这五十万 交给夏丹 交给夏丹 为什么 我还是想帮她把那咖啡店盘一下 妈 你听我说吗 你看我之所以弄成这样 就是为了这五十万 现在终于有钱了 也不忘我摆复出这一场 就帮我转交给她吧 艾宝 你昏头了 这是五十 这是五十万不是五万啊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可以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呢 再说我跟你说过了 那个夏丹已经跟苏彻在一起了 妈 夏丹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我爱她 我现在就是想 希望她能幸福 别的 我都不在乎 妈 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您就打引儿子吧 艾宝 妈 我几乎什么都听您的 您让我去谁就去谁 我绝对没有半句二话 这次就算我求您了 行吗 我求您了 兰妮 兰妮 你跟爸爸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没事 没事怎么会搬出来呢 是不是 和天乐你们俩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了 妈 妈 你 对 分手了 那你赶快跟他解释啊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啊 他不听我的解释 怎么会这样呢 这 都怨我呀这是 都怨我呀 爸 这不怪你 这是我们俩之间出了问题 他不相信我 我们这样下去也没意思 孩子 你别这么说 爸爸看得出来 天乐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 这次啊 要不是因为我呀 你们之间不会出问题的 这吧 我去找他 我把一切都跟他说清楚 算了吧 分开了 也挺好 我现在就不想这些了 我想好好工作 好 清早自立 赶紧把债还上 王董 不好意思打扰 王董 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谢谢 来 谢谢 邵雨 怎么 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在想工作上的事情 你最近工作很上心啊 应该的嘛 以后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 都放到工作上 不让你失望 你能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妈说 妈一定全力支持你 妈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能不能把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先分割给我 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划分股权呢 将来这公司不都是你的了 我想在公司上市之前 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这样上市也容易一些 原来是这样 我自然没意见 公司能上市也是我多年的愿望 这些事就都由你负责吧 该办什么手续就去办 你做决定就好了 谢谢妈 还有 明天能不能签给我的账上 画个五百万 因为最近我看好了一个很好的风投项目 我也想参与一下 行啊 一会儿 你把投资项目拿给我看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 明天就打你账上 好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现在是挺热门的 我们也的确应该参与一下 风险投资可是有风险的哦 你要小心哦 邵宇啊 工作热情当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千万要注意休息啊 别把身体弄狂啊 我会注意的 我会注意的 你自己要注意 喂 张律师 这两天有空的话 麻烦你来一下公司 五十四 没有咖啡喝点白水吧 健康 说吧 一早过来找我干嘛呀 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还惊喜呢 怎么给我带了一千万啊 这钱你拿着吧 你干嘛呀 我给你开个玩笑的 赶紧拿走拿走 妮妮 这是一千万 你拿去还给林天乐 钱的事你不用纠结了 莫哲 我刚真的只是给你开个玩笑 这钱我怎么可能拿呢 我不可能要呀 而且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钱你拿走吧 我不会要的 你为什么不能要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只要我借什么我都会给你 你跟我客气吗 朋友 我跟你说我的处境 我不是希望你来同情我 或者帮助我 我是觉得咱俩是哥们 我心里不舒服就想跟你 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了解我 相信我 这就够了 你把我当朋友吗 你把我当朋友就不应该用钱 来衡量我们的关系 妮妮啊 其实我在国外这段时间 经常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班同学 我的个儿还没你高呢 所以经常被那帮男同学欺负 但是 是谁 跟个女汉子一样挡在我前面 指着鼻子跟人家骂 还跟人动手打架 我帮你当朋友 我帮你当朋友 我希望你也帮我当朋友 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们 我帮你是应该的 那我也是你朋友啊 没叔叔现在这个情况 的确需要一千万 你有第二个办法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我出是最合适的 而且抛开你不说 叔叔跟阿姨从小就很照顾我 在我心里 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拿钱出来帮我的家人 敌俗应当 这样 你还是觉得别扭的话 这个钱 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你以后赚了钱慢慢还我 好不好 如果你这样还不收 那我觉得 你就真的没把我当朋友 我现在能力有限 所以一下子还一千万 我可能 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 梅兰妮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 你在我心里和在人民群众心里 那是上海新晋的天才级别的 那钻石设计师啊 你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不可能这点钱都还不上 而且我借给你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因为我了解你 我知道 你心里 觉得倩林听了一个尊严 你觉得这一千万重要 还是你的尊严重要 你还要 这钱算是你先借给我的 我一会儿 给你写个欠条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 可以 杀了八七的 谢谢 没关系 谭总 您找我 来了 张律师 来 接边坐 最近都还好吧 还好 气色不错 今天我找你来呢 是想让你帮我 你一份遗嘱 遗嘱 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呀 最近 我脑部检查出来 有一个恶性的胶质瘤 我估计 生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恶性胶质瘤 那医生怎么说 可以做手术 但是 成功率不是很高 即便成功的话 也有可能谈完 那 王总知道这件事了吗 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母亲 我怕她 受不了这个打击 谭总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张律师 这件事情呢 暂且先不要让我的母亲知道 而遗嘱的受益人是谁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好 尽管替我办好 你好 好好 那我先走了 梅兰妮的门禁卡 梅兰妮的门禁卡 天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我听见了 我亲耳听见的 我无法不去怀疑 但是你们两个真的应该好好谈一次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她是什么人 她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的公司告诉我 梅兰妮的爸爸就是欠我们巨额 投资到今天也没有还 这是事实吧 是 我是喜欢她 可是她利用了我喜欢她 她利用了我的感情 那我想问你了 我现在是应该相信我听见的 还是相信我看见的 也许这辈子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那你就这么甘心 放弃这段感情了 那你就这么甘心放弃这段感情了 那我怎么办 我去求她 我去求她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去求她告诉我 她爱我 如果我不是林茂华的儿子 如果我不是林天乐 如果没有这笔钱 我愿意相信她说的所有的话 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 我只能放弃 天乐 现在删除个文件 系统还会跟你确认一下 更何况感情呢 就这么一次了结了 总得确认一下吧 相信我 心平气和地去找梅兰妮谈一次 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去根本一开始 故事 Number 爱你 做梅兰妮谈 招待你 不就像美 会 让我俩 让你愿意 stays坚持 毅然 然后 珍惜我 看着我 我这不是看着呢吗 我眼睛看到的 就是我想要的星座 你花有主 你来 见个面吧 有事 地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你千万 还给你了 哪儿来这么多钱 这个你不用管 莫哲 莫哲给你这么多钱 你们有这么熟吗 为什么这么大方呢 这钱是我找他借的 钱我已经还给你了 我不欠你的 咱们俩亲 这个钱我不会要 我没打算让你爸还 我就让公司撤诉了 我必须还给你 我不想在你的眼里 我永远是不明不白的 我欠莫哲的钱 我可以干干净净地欠呢 欠你的不信 容易被怀疑 我不希望 我被人误会 用不着怀疑我 那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 我说了好多伤害你的话 我 我给你道过歉 用不着道歉 出了这么多事 彼此冷静一下 这样也挺好的 我就不相信 莫哲会平白无故地借给你这么多钱 好 你欠他也是欠 欠我也是欠 你先欠上我的行不行 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复杂 行不行 这钱我以后会好好还给莫哲 你拿着吧 这钱我不会呀 夏丹 这有五十万 是爱宝率伤以后 我公司给的赔偿金 爱宝说什么也让我转交给你 让你把这个咖啡店给盘下来 夏丹 我们家爱宝真的是很在乎你啊 我劝过他让他把你忘了 我都骗过他 说你和苏彻在一起了 可是就是这样 他心里还是想着你 一定要让你把这咖啡店给盘下来 他说只要你能幸福 他什么都不在乎 夏丹 这个钱你还是拿着吧 这是爱宝的心愿 他为你伤成了这个样子 你要是不拿着 你要是不拿着 他一定会很伤心的 他要是伤心 我当妈的也会难过 夏丹 你和爱宝的事情 我也想通了 我就是这么活生生地把你们拆散 爱宝绝不会幸福的 所以你跟爱宝的事情 我再也不拦着了 你心里要是还有他 你就去看看他吧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 你的话像一根刺 扎在我心里最终的位置 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 忘掉所有的故事 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 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 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 我经历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 每次 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 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 真心来得太痴 花心偷走日子 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 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 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 浪漫抹成理智 爱变得不真实 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物一世 忘掉所有的故事 忘掉所有的故事 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 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 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 对不起 我经历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 每一次 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 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 真心来得太痴 花心偷走日子 我 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 我们都说给了寻常的日子 浪漫抹成理智 爱变得不真实 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物一世 本来你是我的天使 不该记住我的名字 是我不值得坚持 你是我的一辈子 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 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 真心来得太痴 花心偷走日子 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 或许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 我们都说给了寻常的日子 浪漫抹成理智 爱变得不真实 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物一世 我会唯愿 不要万物一世 云要未有万物一世 是我 为 找到万物一世 tremendo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